尊敬的诸位大德 诸位菩萨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佛说十善夜道经 昨天我们介绍了 一切法为心所献 为时所变的毅力 这是本经一开头 没有介绍十善以前 为我们解释了宇宙人生真相 告诉我们 这一切法 都是我们这一念心 照住而现的境界 所以起善念就会有善的境界 起恶念就会有恶的境界 所以六道也好 使法界也好 乃至我们现前的生活境界 都是我们自心 造作的善业和不善业 而感应来的 所以佛在经里劝导我们 智者之以 应修善业 真正有智慧的人 明了了这个宇宙人生真相 知道万法为心 就知道去修善业 回归 本性的本善 那么下面 佛会继续给我们开始 那怎么样修善业呢 所以下面这一段经文 将是本经最重要 最精彩的一段开始 请大家来看经文 龙王当知 菩萨有义法 能断一切诸恶道苦 何等唯一 未于昼夜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念念增长 不容豪分不善见长 世纪能力诸恶永断 善法圆满 常得清净诸佛菩萨 给予圣众 到这里是一段 这一段 可以说是 本经的中心 从龙王当知 菩萨有义法 一直到 把这个实善的条目说出来 永离杀生 偷盗邪行 妄于两舌恶口 其欲 贪欲称慧邪见 这一大段 这本经的核心 这不单只是本经的核心 也是释述 释迦摩尼佛 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法的中心 那么这段话 他教我们 教我们修 这个纯净 纯善 这是 纯净 纯善 那是菩萨所修的 所以经理 叫着龙王 说龙王 你得知道 那菩萨呢 他为什么称为菩萨呢 因为他 有纯净 纯善的心 他所修行的 这有义法 这个义法呀 是纯义的 不见杂 不家杂 这唯独这义法 是什么呢 就是纯善 这个心理纯净 行为纯善 那我们知道 这个一切境界 都是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那么恶道 三恶道 这个恶鬼 畜生 地狱 从哪里来的呢 是我们的 念头中夹杂着 贪嗔痴 这是不善 所以呢 就会现出有六道 现出三恶道苦 所以呢 当菩萨能够 念念纯善 念念纯净 纯善 不起贪嗔痴 就能够断了一切 也诸恶道苦 所以啊 这是把诸恶道苦的根源 为我们展示出来 那根源是什么呢 就是心 那我们 那我们 这个修学 念佛法门的同修 那祈求呢 这一生啊 了脱生死 出龙回呀 求生净土 这个是菩萨大愿 那么 修这个净土法门 从哪里修起呢 你看经里面给我们啊 都已经 很明确的 开始了 在净土三经里的 观无量受佛经里面 给我们讲到 是当年佛寨师的时候 这个韦提西夫人 这是一位皇后 养了一个不孝子 这个不孝子 杀害了 他的父亲 就是韦提西夫人的先生 是国王 还想要谋害母亲 韦提西夫人 这个国家 和自己的家庭 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所以韦提西夫人 这个心里面 觉得 对这个世间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的留念 他想要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他求佛 给他 告诉他 哪一个世界 没有这些苦 这些苦是什么呢 恶到苦 这贪嗔痴吃慢 自私自利 连自己的儿子 对自己都不放过 所以佛呢 就给他展现了 十方三世 这一切 这个刹土 让韦提西夫人 自己去选择 看看哪一个世界 他最 喜爱 那么 那么韦提西夫人 选择了 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 韦提西夫人 因缘殊胜 遇到 释迦摩尼佛在世 佛用神通 为他展现了 十方国土 那我们今天 遇不到佛 没有这么 输送的姻缘 但是呢 我们要相信 我们的命运 不是也跟 韦提西夫人一样 面对着 这都是 贪嗔痴吃慢 这个悲惨世界 这都是恶到苦 每个人都有苦 所以我们也要相信 韦提西夫人的选择 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所以佛给他 显现这个国土之后 韦提西夫人 发愿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佛没有告诉他 如何求生净土的方法 之前 先跟他说三福 这就是敬业三福 敬业三福 说第一呢 要三条 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意 第二条 受持三规 具足众戒 不犯威 第三条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圣 劝尽行者 那么 佛讲 这三条 是三世诸佛 敬业正因 就是三世佛 要修敬业 要成佛 这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这三条 所以你看三福里面 第一福 就讲到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这是我们的 修学人应有的理念 那么如何落实呢 这后面两条 慈心不杀 修实善意 那么 十善意道经 具体就是讲 如何慈心不杀 修实善意 它是落实 所以 佛经里面 这有四类 所谓 教 理 行 果 这部经 是属于行经 教我们 如何修行 它是落实 如果这 十善意道 都没有做到 那么换句话说 往生净土 成佛的证音 不具足 这个基础没有 那是不可能往生 所以要知道净土的理 是什么呢 这个经上讲的 心净 这佛土净 因为 这个国土 是心所变现出来的 万发为心 这个根源在我们的心 那心要清净了 在国土 才能清净 因为国土 是心变现 所以我们要求生净土 那么要修清净心 假如念头里面夹杂的不善 还夹杂着这些十恶业 这些自私之利 十恶业怎么来的呢 自私之利来的 因为有自私之利 才会造作这十恶业 所以 这样念头不善 不敬 当然 净土是不会现前的 所以往生净土 要知道 是在心里面 把染念 把恶念 转成 净念 心地清清净净 只留一句阿弥陀佛 这样子才能往生 往生哪里呢 往生也不是说 在哪里有个净土 那固然从西方到 往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 那是佛是世上上说 在理上说 那个极乐世界在哪呢 也是我们为心所幸 所以古人讲 生者决定生 极乐世界真有 决定有 你要往生也决定能往生 那怎么生呢 你只要把我们的 染念变成净念 这就生了 现前就是净土 所以说 去者是不去 根本没去 为什么呢 都在你这一念心中 你没有跑到心外面去 那么这本 在这句话里面 佛跟龙王讲 龙王是本经的当机者 缩结龙宫的 这个王 那么 他也是菩萨 法身大师 那么他讲说菩萨 有一法 这个菩萨呢 是什么呢 玄奘大师翻译 这个菩萨呢 叫绝有情 他是觉悟了 觉悟了的 有情众生 他是有情众生 可是他觉悟了 那觉悟的 的人 他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他完全没有 自私自利 这个心里面 绝对不会有 执着 绝对不会呀 起这个损人利己 自私自利的念头 那么这种人就是菩萨 那么菩萨修行的方法 是什么呢 这种方法 这个能断一切诸恶道苦 那么这个恶道 当然三恶道固然是恶道 那么人天 人天 如果是相对 罗汉 相对菩萨来讲 他也是恶道 为什么呢 人道天道都有苦 你看人就有生老病死苦 谁都免不了 那天道 天道 他也有坏苦 刑苦 他又有命中的时候 他也感到 诸法无常 这个念念 不能够停住 这都是苦 这都是苦 那么所以他这些也是三恶道 对于四圣法界来讲 人天道也是恶道 那么四圣法界里面 声闻 声闻 圆觉 菩萨 还有 使法界里的佛 他们 虽然已经超出了六道轮回了 不再有这个 生死 但是呢 他们 还有无名烦恼 他们也有啊 这种 无名烦 不能够正法身 这种苦 所以 这也属于恶道 那真正是 进入了一真法界 那真正叫佛 断一品无名 正一封法身 这种人呢 就是 就是佛 分正是佛 一直到最后呢 圆满成佛 就法身 权限 那么这才是真正啊 完全断了 诸恶道苦 所以你看看 这十善业道 能够 从凡夫地到如来果地 都是菩萨修行的方法 那么我们看看 菩萨这个法是怎么修的呢 何等为一 这个一啊 他 这个深意是指呢 不夹杂 念头存一 存善 存尽 没有任何恶念夹杂 这叫意义啊 那么 具体下面说明了 位于昼夜 常念 思维 观察 善法 这个 昼夜 就是 二十四小时啊 他不间断 常念 这常就是没有间断 永恒的 这个念呢 是指心里面真有 他的善啊 真正在他心里 这个思维呢 是讲他的 起心动念这个念头 念头啊 这个不起心 则已 一起心 就是善 观察 那么是包括言语造作 这是指行为善 所以这三句讲的是心地 纯善 念头 思维 纯善 观察这个 是指行为 纯善 身口意啊 三叶的造作 是纯善的 没有恶的 这个昼夜啊 你知道 是包括 晚上 我们晚上 睡着了 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念头了 晚上做梦 这个时候就检点自己 内心里面是不是存在 如果在做梦的时候啊 还有这些 作恶的事情 杀到淫妄 白天没有 晚上有 这都属于啊 没有能够达到 众业 你像古人 这有个典故 有一个读书人 这个行为啊 非常的 连结 政治 从不贪小便宜 而且啊 自律性很强 从来不 贪取任何的人的 东西 那么有一天 晚上做梦 梦到了 自己呢 这个爬到 这个邻居家的树上 偷吃人家邻居的 那个树上的果子 这样的惊醒啊 哎呀 他自己很惭愧 你看 白天虽然 没有这些偷盗的行为 甚至没有偷盗的那个意念 但是晚上睡着了 在没有防备的时候 这些恶念还起来 所以他非常的忏悔啊 自己 饿了三天 不吃饭 来忏悔 因为晚上睡觉 做梦 起了这么一个恶念 你看古人那种修行 那真是毫不 对自己毫不顾喜 真正做到 昼夜常念思维 观察上方 心里啊 完全把自私自利啊 放下 令诸善法念念增长 这个念头 不起恶念 不起这些杀到名望 贪嗔吃慢 自私自利的念头 自然呢 就能够 让本性的这个善法 能够念念增长 这种善法 不是外来的 是我们本性中具足的 个个不无 人人本具 每个人都有 所以呢 不需要起心动念 攀缘 去去去起这个善念 只要我们把恶念呢 通通断尽 善法自然现前 自然念念增长 所以啊 那个心地真正啊 纯净 一遇到缘呢 他起心动念就是善 言语照做就是善 他不容毫分呢 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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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了 那么这里 下面讲的 这个是果报 这个是果报 刚才讲的这一段 昼夜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增长 不容毫分 不善见杂 这三句 讲的是因 那么下面讲的是果报 有善因必定得善果 什么是善果呢 事迹能令 诸恶永断 善法圆满 这个是殊胜的果报 我们把恶念 都断尽了 恶念断尽了 恶道就断尽了 因为恶道是从恶念里变现出来 所以这是真是善法圆满了 这个善法圆满 就是儒家大学里面讲的 至于至善 那么他的 能够常得清净诸佛菩萨 其余圣众 他常常 这个常是永恒的 不间断的 跟佛菩萨 跟圣众 包括四圣法界的圣人 常常 常在一起 换句话说 他就生活在华藏世界里面 生活在极乐世界里面 这常得清净诸佛菩萨 正所谓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 自然就到什么样的法界里去 那极乐世界呢 叫诸上善人 聚会与处 所以极乐世界人 都是上善人 不仅是善人 是上善之 那真的做到了 这里的 这个 昼夜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毫分不善都没有 这是上善人 那么有这样的因缘 跟上善人 聚会在一起 当然了 他就能够 令这个善法念念增长了 他怎么会退转呢 所以他叫不退 不退菩萨 那在阿弥陀经里面讲 这是阿比拔志菩萨 不退转 一直到成佛 所以这三句 这是这一段话里面讲的 因 缘 果 都我们讲出来了 那么这个因就是 念念都是善 没有毫分不善 所得的果 就是离诸恶道 那么他就有 清净善知识的人 所以我们要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念佛 要知道 念阿弥陀佛 这里面包括 念佛的心形 念佛的本愿 像佛那样子 广度众生 不能有毫分不善的念头 贪嗔症去夹杂在念佛里面 这就做到了 这里的 不容毫分 不善见杂 所以这句佛号 如果中断了 中间夹杂着 这些不善 那么这个 往生就有问题 所以 为什么古大德叫我们 要正诸双修 这个念佛是正形 我们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这是正形 那还有助行 就要帮助 要辅助 什么是助行呢 修善 修善帮助我们念佛 好 先看下面一句 言善法者 为人天生 声闻菩提 独觉菩提 无上菩提 皆以此法 以为根本 而得成就 顾名善法 那么这一段呢 是告诉我们 这个善法 是善道的 业因 这里善道 包括呢 人天生 人天 这是三善道里头的 那么这里 为什么只说两道呢 人天 不讲阿修罗呢 这是因为阿修罗呢 严格的说呀 他不能说算是善道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阿修罗 福报很大 受用呢 很好 但是呢 他心里面呢 充满着贪嗔痴 傲慢 嫉妒 所以呢 他想的这个福啊 很快就想完了 不能够再修福 反而大幅度的损减他的福报 那么来生呢 没有不多地狱 所以怎么能说是善道呢 那么人天生 这个善道啊 是要靠修实善了 而能成就的 你看无量寿经里面 佛都问阿兰 这阿兰他问极乐世界啊 这没有这些什么须弥山的 他那些这个世界里的境界 依什么而住呢 那佛反问阿兰 那我们这个世界 你看这个诸天 各个道 依什么而住呢 那么阿兰就回答说 以不可思议业力所致 所以 每一道啊 都是由业力而住啊 这个业力不是物质 它是 这个照做以后啊 在阿拉野史里头的 一种种子 一种印象的力量 献出我们这个六道的境界 所以这六道 为靠这个业力啊 而献钱 所以它是根本啊 实善是人天道的根本 为什么呢 人天是以实善而住的 那么不单只是人天 还包括声文菩提 声文是指阿罗汉 小成的圣者 那么他已经脱离了六道轮回了 菩提是属于正觉 他可以称为是正觉 那么还有独觉菩提 无上菩提 就是声文 独觉 菩萨 这都是修行正果的果位 要得到这些果位 要怎么样做呢 首先要修实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果位啊 皆以此法以为根本 而得成就 所以 不管你是说的哪一个善道 他的根本都是修实善 那菩提是觉悟 觉悟是什么呢 我们说 开智慧 智慧从哪来呢 要从善中来 修善得福啊 你看艳语都说 福至心灵 修福 福后的人 他的智慧就开了 所以啊 这个善法是根本 我们现在学佛 要知道 必须从修实善 来下手 因为这是根本 就像种一棵大树 树得有根 没有根的树 那过两天 他就枯萎了 就像在那个温石里的 在那个房间里的 花瓶里的花 他没有根 外表看上去很好看了 他没有根 过几天他就哭掉了 他不能成就 所以学佛要注重扎根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 讲经 总在常说呀 学佛和佛学不同 我们不能搞佛学 搞佛学那是学术研究 那没有用 对我们的人生指导 对我们修行正果 毫无用处 他只是一个学问 他只是一种学术 真正我们要学佛 向释迦摩尼佛学习 以释迦摩尼佛的教诲 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落实到我们的言语造作行为 这叫学佛 那学佛从哪学呢 实善开始 那么下面请看 这个顾名善法 那善法 这是菩萨所修的是什么呢 佛给我们呢 举出了十个纲目 此法既是实善业道 何等为实 未能永离杀生 偷盗 邪行 妄语 两舌 恶口 其语 贪欲 称慧 邪见 这是把 十善业道具体列出来 你要懂得 这十善业道这个十 是指十大类 每一类里面都包含着无量无边的善法 因为什么呢 起心动念 这个无量无边的 你看从早到晚起的念头有多少 那我们要检查 我们起的念头是不是跟这十善业道相应 那么这十善业道何等为实 就是这是哪十种呢 第一 永离杀生 这个永离两个字 是一直贯穿这十个纲目 永离杀生 永离偷盗 永离邪行 一直贯穿下去 这个杀生 凡是有情众生 都有血气灵芝 不能够伤害他们 这个不单止不能够伤害 这个杀害他们的生命 连对他们的思想 感情都不能伤害 念念都是为着众生利益 保护他们 让他们得到安全 有安全感 我念念都是这么做 这叫永离啊 真的把杀心断出干净 所以在菩萨六度里面 你看修布施 布施就包括三个方面 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永离杀生是无畏布施 让众生啊 没有畏惧 没有恐慌 没有不安 所以 当我们看到众生有苦难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去救 那叫见死不救我 那这个杀心还没有断干净 所以真正啊 永离杀生的菩萨 见到众生有苦难 当然他就自发自觉的 去救护他们 那么现在你看 我们世界面临大灾难 天灾人祸 平凡 这个多少的人民 受战争的苦难了 还生活着水深火热之中 多少人民还不知道 断恶修缮 每天在造恶业 那么将来必定敢 灾火 别说其他地方 就看看我们香港这里 你看每天造作 杀到淫妄的 多少啊 这杀生的 每天的海鲜餐馆 里面 你看杀害生命多少 那怎么救他们呢 要从根本上救 就是要告诉大家 因果报应 大家懂得因果 你吃他半斤 将来还他八两 世上为什么有战争呢 有这个刀兵节呢 就是因为杀生吃肉 这样子 大力的宣传 不遗余力的 去跟大家讲解 这才能够 帮助大家断杀业 我们也是看到这个 世间这种苦难 要去救他们一把 不能够袖手旁观 见死不救啊 那救手旁观 见死不救 那这个 永离杀生 还没做到 那么第二条 永离偷盗 这个偷盗啊 就是不予取 这个物体 有主人的 你没有经过 主人的同意 就把这个物体拿走 那个叫不予取 或者是借用 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 你就挪用了 甚至搬动它 移了地方 这都属于啊 偷盗 那么有些 这个物可能没有主 我们可能一下子不知道 它的主人是谁 比如说在山林里面的树木花草 那他们有没有主呢 那也有主啊 树有树神 花有花神 每一个物都有它的主 那你不经过 那个事先打招呼 就把它搬动了 把它砍伐了 那都是偷盗 所以佛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山林里面砍树木 都要提前三天 给他做祭祀 请这个树神搬家 这是不偷盗 那还有我们世间人 这个偷税漏税 这是偷盗啊 偷的是国家的财物啊 得罪的是什么呢 一国的人 一国人民 是你的债主 将来就得还了 真的叫披毛带脚还了 那么还有 这个更大的头盗 这是偷三宝物 十方常住寺院里的东西 没经过许可 擅自挪用 这是偷三宝物 哇 那个罪可重了 为什么呢 三宝物啊 是十方常住的 你偷了这个三宝物 等于是欠了十方的钱 那十方众生都是你的债主啊 那可了不得了 所以在方等经里面啊 华聚菩萨曾经讲过 他说 哪怕是犯五逆罪的 杀父杀母 出佛生血 杀阿罗汉 破核核生 这个五逆罪啊 这个华聚菩萨说 我都能够救他 但是呢 如果偷常住的物品呢 那我就没办法救了 你看看这个结罪都重了 所以一丝一毫啊 都不得了 那么在阿罕经里面 这是小城的借经 这个经典呢 讲了一个故事 说当时佛的一个大弟子啊 神通第一的穆建联 那么 穆建联尊者呢 他由天眼通啊 看到 有一个众生 这个 在受地狱苦 这两个轮子 烧的火 这个火轮呢 在他的这个 两肋 出入 他受这样的煎熬啊 在他痛痛哭啊 在他豪气啊 很惨 那么穆建联 告诉旁边的人 那么大家去问佛 说这个众生 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怎么遭受这样的苦报 那佛就跟他讲了 这个众生啊 原来也是个修行人 在家设佛时代 这是释迦摩尼佛前的一尊佛 在那时候他也出家了 是个小沙迷 可是呢 有一天呢 他呢 就拿着一些饼啊 做了一些是个小饼啊 就去供养 大众 供众 结果呢 自己啊 就偷了两个饼 夹在自己的 这个叶下 就这么偷盗 要知道偷盗 这是常作物 未经许可 做了这么一点偷盗 那么他的果报 变成什么呢 跺到地狱里面 一直到现在啊 家设佛 一直到现在 释迦摩尼佛 你看 这时间多漫长 还在受什么苦呢 两叶 两肋啊 受这个火轮 是个饼嘛 圆了嘛 受这个火轮呢 要监考 所以啊 要知道这个偷窃 常住物的罪这么大 所以这一常住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爱惜 哪怕是 那个电灯 没有 这个必要开的电灯 我们都不要浪费电 那个用常住的电话 办自己私人的事情 没有经过许可的 这都属于啊 偷盗 那除非真的是 那个有急事 要用这个电话 那么呢 那有些同修很懂 打完电话 一定在功德乡里放些钱 把这电话费啊 付回 这不偷盗啊 不欠常住的 那么偷盗 这里讲的 具体的 这个实际的意思就是 占人家的便宜 心里还有占人家便宜的心 那就是偷盗啊 这个贪心没断 行为做出来了 贪便宜 所以啊 真正要 涌离偷盗 是要把 占便宜的心 放下 再不占便宜了 宁愿吃亏上当 也不占人便宜 别人占我便宜可以 我欢喜接受 这是不失嘛 我决定不能够占人便宜 那别人占我便宜 我也不跟他计较 这样子啊 才真正啊 把那个 道心 去除 那么第三条 永离 邪行 邪行 就是指 邪淫 这个男女的 情欲 那么在家人 讲的是 夫妻以外 发生的 这个男女关系 就是邪淫 出家人 要断淫欲 这个男女间的情欲啊 这种心 在这个念头里还夹杂着 这就不能叫永离了 所以没有断这个一念的时候 如果因缘俱足了 往往可能会失足 这个念头如果没断 那么出不了欲界 即使是你禅定功夫很深啊 将来只能是往生涩解天 没有能够出六道 要出六道轮回 这个念头要断掉 所谓啊 这个生死的根本 第一个就是淫欲 经理讲的 一切众生啊 皆以淫欲 耳正性命 生死轮回哪里来的 在投胎的时候 这个念头不尽 看到父母 交合的时候 生起邪念 就投胎了 所以能言经里面啊 给我们讲 这六道众生啊 这个若诸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淫 这不随其生死相续 所以这个众生 六道理的众生 怎么样能够出离呢 其心不淫 那就以后呢 不会有生死相续了 那么下面经松又讲啊 淫性不除啊 辰不可除 这个必始淫机 身心剧断 断性一无 与佛菩提 思客 奇迹 这个经商告诉我们呢 要真正这一生 想要了途生死轮回 那么在这一点啊 要下功夫 那必始淫机 淫机就是 还有丝毫的念头 把这个念头啊 这身体的造作 在行为上 在心念里面 都要把它拔除干净 这样子呢 这个对于佛菩提啊 思可惜迹 就是才有指望 这一生啊 成佛 做菩萨 我们念佛的人呢 求生净土 这个念头里面 还夹杂着 这个淫念 那么净土啊 就难生了 所以啊 要知道 古人讲的 财色明十岁 是地狱五条根的 为什么往生不了呢 这因为这地狱的根 还牵连着 这五欲的根呢 没断干净 没拔除掉 那么当然了 这个就往生净土 就很难了 因为净土是 净念呢 所变现出来的 那么这一点 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 去努力 那怎么做呢 真要以戒为时 以苦为时 生活 不要太奢侈 不要太安逸 古人都讲了 保暖就生淫欲 这灵愿的苦一点 这个单调一点 我们求啊 得清净心 那么这是对于真正这一生啊 想要了脱生死的修行人啊 这个要求 那么对于社会大众 要知道 邪刑啊 这也是有罪 夫妻以外的 这种关系 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一个家庭 这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出了问题了 男的有外遇了 女的有外遇了 这家里就不合了 直接就影响了这下一代 这个家庭破碎了 就造成了社会不安的因素 所以现在离婚率那么高 绝大多数啊 原因就在于啊 这个邪淫 喜心厌旧啊 要知道我这么做 不是对家庭这个犯罪啊 是对整个社会在犯罪 世界灾难啊 这个有我这一份 为什么呢 我这么做 使得社会不安 天下新亡啊 批夫有责啊 我有一份责任 所以想到这里 要懂得 要守得住 不能够啊 被诱惑啊 给拉倒 那么所以啊 这实善呢 要好好的学 好好的落实 那么这里呢 我们讲到三条 那么实善业呢 底下还有七条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呢 下个小时 继续来学习 谢谢大家 下个小时